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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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終於上了游泊縣的車 其實早上出門時 有點囂張 所以不能坐定的在這裡吃早餐 所以就問職員 可不可以在車上吃東西 原來是Jail上的桌子 那附近 博多站的附近 其實也有很多賣這個便當的店 所以你可以買便當然後上車吃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童話小鎮 溫泉小鎮遊樂園站 然後我們身後這裡 就是一個一出車站就會看到的景點 就是遊樂園 好像叫做 是不是很漂亮呢 這裡的街道也很漂亮 那我們就先出去吃東西 第一站 我們現在要去吃那個牛肉飯 就更像眼前了 不知道要不要排隊呢 就是這間 我心裡到這裡 終於發生一件很不響的事 他說今天是三亭營業 我現在去其他地方找東西吃 其實我今天已經有一個很完整的行程規劃 誰知道第一個地方已經失敗了 為什麼我才會去那一陣子 為什麼我會去那一陣子 是這樣的 我想 其實我們已經是第二班車 為什麼還是 這麼多東西沒有 這裡就是宮崎鎮的精品店 我們快點進去看看 我們現在已經進來 宮崎鎮的精品店 進入很多很多 宮崎鎮作品的精品 好漂亮 這邊就是Puzzle區 他還有一些毛巾 文具 他還在這裡播放 宮崎鎮景 我們看看 這個也很有名 一個蛋糕裡面有三層芝士 好我做一頓都沒吃 但是因為看到那個 很出名的芝士蛋糕 很想吃 我試一下 一個蛋糕有三層 看不看 嘗一下 嗯 好味 我感覺到這個 吃得多 應該會膩 而且他很便宜 他只是買150日 比剛才B Speed便宜很多 好好吃 走了這麼久 終於看到那個手湯 看看 嘗一下 嘗 好舒服 好舒服 剛才浸完那個手湯 我覺得很舒服 現在很後悔 那隻手 很冷 浸了水之後 很僵 哇 看到肉 肉 哇 我想要進去吃這間了 我想 980日圓 這個 烏龍 剛才在B Speed的時候買了蛋卷 因為他說reserve 只會reserve到這個4點 然後我又怕自己說不出 我就拿了在手 我現在發現自己很後悔這個決定 我很怕蛋卷會發臭 這裡很多精品店 我發現其實 油浩縣有一個很好的地方 就是它的景點 或者著名的小飾店 全部都是一條直路過 就可以了 我最多人走那條路 就基本上可以去到我想去的地方 哇 這裡會光 我應該怎樣呢 好好掙扎 OK 這樣就完了 就是這樣了 我們還沒去到今期的重點 就是一個童話小鎮 我想快點看到一些 雖然在環球影城也見過 就是好像Harry Potter裡面的英國小鎮 但是 這裡也想繼續看多一次 這裡就是我們今期的重點 我很想看這個小動物 這個是我第一次看到蟲鼠 好可愛啊 這裡 好像蝦給別人的家 不知道為什麼 感覺很小 那些東西 好像是這裡 入口 動物園的入口 其實是真的 好可愛啊 當然 我在門口已經看到蟲鼠 她剛才有說到 進來拍照是不可用閃光燈 當然不會用閃光燈 然後如果摸蟲鼠 就不可以用手掌 要用手背 而且是不可以摸她正面 要摸她背部 好興奮啊 我身後這隻 超兇 她的樣子一直挖著我 你看看 她馬上不展示我 她轉過來了 就是剛才那隻不展示我那隻 你看看她很帥 我現在要嘗試挑戰蟲 好害怕 她剛才太... 拜拜 她很溫柔啊 現在的眼神 太想睡覺的眼神 你走過來看 你看看她的樣子很舒服 嗨 天啊 我現在要小心看這隻這麼大的 她的頭臉 剛才看到她是肉食性的 有點擔心 我走去頭臉 不要走 天房很鬆軟啊 看她的頭 她的頭髮 剛剛在這個童話小鎮出來了 原來進去這個鎮是不用付錢的 如果你想入貓頭映的那個 就要付錢了 進去就可以摸貓頭映 那個範圍不算大的 但是我覺得已經可以滿足了我想摸貓頭映的心願 還有裡面有很多松鼠 兔子 我覺得如果喜歡小動物的你也可以進去 我自己就覺得OK的 也值回票價 快黃昏了 所以風也有點大 我們現在出發去最後一站 就是那個金輪湖 看著的景色很漂亮 我覺得走多一會也值得 這裡真的是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只可惜它 那個回程的時間 只有5點 要不然都可以流眼一點 這個很堅強的樣子 沿著這條路一直直走就可以去到金輪湖了 但是我見很多人都已經回程了 所以我們要加腳步快點去到 聽說那個湖會有一些煙在上面很漂亮的 所以現在我想快點去到 我們走快點去到 咦 那個湖沒有煙的 我們已經來到這個金輪湖了 但是金輪湖現在沒有出煙 可能不是出煙的季節 我看網上的照片 出煙是很漂亮 好像仙境一樣 但現在這個湖也很漂亮 裡面有很多很大的魚 我完全沒有想像過 真的很大的 真的跟卡通裡面看起來是一樣的 我相信 吃下去的質感是涼實一點的 然後我眼睛超濃的 很好吃 要跟這個小鎮說Bye Bye 今天的行程就圓滿結束了 我其實都滿意這個行程的 除了夜吃方面 我吃不到自己想吃的牛肉那個蓋飯 然後吃了很多烏冬 其實景點 整個環境 都是值得一理的 我就可以沒有了這個貓頭鷹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小動物 所以我就覺得很棒 我們來選擇 我們來選擇 這是個大的賣地 我們的不正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